明杰事实上乌克兰的无人机 这个战事确实是凌厉的 不过呢相对上 俄乌也都有各自的局限 对乌克兰其实在8月22号 那一波这个连俄国光布都承认说 是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 对俄罗斯本土进行的无人机攻击 那俄军当时宣称说 他们在这个数个州 包含像莫斯科周边地区 拦截了这个45下的 乌克兰无人机其实发动的规模 绝对不止45下 我认为可能到数百家之多 因为现在后续这些讯息出来 那这个包含美国媒体 英国媒体都报导 讲到引用这一个商用的 这个卫星照片 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们就看到 这一个地方是在俄罗斯的南部 有一个叫做这个福尔加格勒 那他这一个军用机场 叫做马尔诺卡夫 那其实这一个画面非常的清楚 他有大概十几个机堡 中间从一二三 至少前三个机堡 整个是被打烂 那这个地方可能 他们评估至少有两架 苏凯三四 还有一架苏凯二四 这一个轰炸机 那都在地面直接被摧毁 那这就是乌克兰这无人机 发动这个攻势的结果 那这个很重要 在这个地方打击 主要目的是要摧毁 我们其实很早就谈到说 苏凯三四列为他们主要的目标 因为苏三四基本上 他是可以吸挂 这一个俄罗斯 在过去一年来 获得比较多战果 就商量力比较强的 这种空射滑翔的这个炸弹 那就是用FAB 这个三千的这一个航空炸弹 去加一个套件 其实这就是学美国的这一点 那滑翔可以到60公里 这个部分对乌克兰威胁比较大 所以他把苏凯三四这个载具 能够打越多越好 让他没有办法吸挂这一型弹药 那同时这一个机场部分 连他弹药库应该也是放FAB 系列这个滑翔弹 那另外油库都被摧毁 那这一个林立的攻势 打到这个俄罗斯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 好几个州都算遍地风火 像这一个罗斯托夫 连他的这一个 有27个除油槽 大火烧了三天 那当然让俄罗斯 不管是普丁也好 连俄国的社会都感受到战火 那8月24号 泽伦斯基乌克兰总统 再次这一个怒呛 这一个普丁 那在他们的 这个乌克兰独立纪念日 直接谈到说 誓言要对俄罗斯 来进行更多的报复 那他痛批普丁就是来自 这个用这不断 这个用这一个 所谓桌上红色按钮 也就是其实核武 威胁所有人的 这个红厂的这个病夫 那他还谈到说 接下来的报复目标 会触及所有俄国的任何一处 为什么有这个把握 等一下我们来讲 因为他们又研发出新型的 这个更远程的无人机 那中间 这个报复目标 包含危害 这个国家安全 他只应该是俄国 国家安全跟人民 这一个生命的源头 其实就是剑指普丁 那他还谈到说 这一次逆袭 俄罗斯本土 这个库斯科的目的 主要就是要让普丁知道 说到底是占领乌克兰重要 还是要保卫 他们自己俄国人民重要 那同样 这泽伦斯基在这一场 演说里面 虽然是预入 不过他也宣布 这乌克兰 已经开发新型的 这远程无人机 那这一型的远程无人机 特外媒目前报道说 他的这个整个打击范围 可以扩及到1800公里 那其实这一个概念 基本上来讲 超越过去 他们原本有的这个UJ22 UJ23 或者是像这个 海离无人机 是1000公里的 这一个航程 那现在1800公里 那更不要讲 莫斯科完全包含在 这个打击范围内 所以为什么 泽伦斯基说 他有把握可以 触及到俄罗斯 这些危害 他的国家安全 跟人民百姓安全的 这个源头 那能够打击到普丁 那更不要讲 军用设施来讲 算一算 至少有24个 这俄罗斯的军机场 都在这一型 无人机的打击范围 不过他 这个名字很特殊 叫做面包无人机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他背后是有个典故 有媒体就解读说 这一个无人机 那他在这乌克兰话里面 叫做帕尼安尼西亚 这个这么长的名字 那为什么用面包 不是用比较汉的 这个名字来取名 最主要是泽伦斯基 他要用这个面包 这个字来凸显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 不是同一个国家 因为在这个乌克兰语里面 这个面包 这个字跟俄文的发音 其实是一样 但是念起来的轻重音 是不同的音节 那所以这个部分 只有乌克兰人 心中很清楚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所以他用这个无人机来凸显 用面包这个字来凸显说 乌克兰不只有打击 俄罗斯本土能力 也凸显乌克兰就是一个主权 独立国家 完全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同时 其实这么多的无人机 持续在攻击 这次战场上 其实这两年半以来 不只是种野战 战术型的小型战场的 这无人机打击 包含像这个FPV 这种比较小的商用无人机 创下非常多战果之外 现在这一次的 对俄罗斯本土的大规模的 这些无人机远程的攻击 也凸显说无人机未来的价值 中大型的无人机 其实他可以发挥敌后战略洗脑 那对对手造成政治压力 很强大的这个功效 其实这个部分 全世界都在学 那台湾当然也必须 拿这个来接近 那另外 普丁遭到乌克兰 这些无人机的反击 那特别是 直接逆袭打进库斯科州 那连这个俄罗斯 他国营的 有一个叫做 全俄民调中心 做了一个民调 发现说 这个普丁的支持度 创下两年半 俄务开战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其实如果要几个基准点 来比较的话 这个普丁今年 其实三月他总统大选 当然也是选假的 选表面的 那得票率是有高达88.5% 不过在这一个 8月6号那时候 其实等于说 大选完之后到8月6号 这个乌克兰反击 俄罗斯本土之前 其实他的民调制度 已经掉到73.6% 那在这一个 等于说 这乌克兰打进库斯科之后 他又掉了3.3% 那3.3%数字看起来虽然不多 但是他们知道说 俄国其实社会都不敢讲真话 那会下降就是一个异常的现象 因为包含跟 这个更早之前 2022年9月 那时候其实这个普丁 为了这一个 征召兵员 那下了一个动员令 那时候俄国社会 也曾经有一些 些微的反弹声音 那时候掉都没有掉这么多 那还有去年 包含像瓦格纳集团 这个兵变也都没有创下 这么大的跌幅 所以这个英国媒体就解读说 这个乌克兰逆袭到 这个俄罗斯本土 这个动作对普丁 他在社会支持度上面 是有产生一些撼动跟动摇的 那更不要讲说 萌帮不停之外 那还有包含像这一次 印度总理莫迪 还罕见跑到乌克兰反问 那我们知道莫迪一开始 其实都不愿意谴责 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为 甚至还跟俄罗斯买石油 不过这次他跑到 这乌克兰 那跟泽伦斯基 成兄道弟 他说他是乌克兰的朋友 而且他说他上个月访问俄罗斯 还跟普丁当面讲说 战争战场是解决不了问题 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来解决 那当然乌克兰还是提了和平方案 第一个必须俄罗斯先撤兵 第二个要维持乌克兰主权领土的这个完整 那最后当然美国还是持续力挺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又再一次宣布 新一轮的军售 那强调说俄罗斯不会赢 最后乌克兰会获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